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清水湾 以往该叫淡水湾吧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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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首前 多大年龄 三十四岁 原籍是什么地方的 残污盗窃犯 孙英华 南江苏省武进县人 目前孙范系江苏省武进县建筑安装队工人 所以说我是她的表姐吧 我比她大二十多岁 我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女儿一样对待 就连文化大革命的那几年 我还是每个月寄生活费给她 可是她呢 被别人挑唆 想不到恩将仇报 真是没有良心啊 不是我背后说她的坏话 她同我段节来往的这几年 竟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 血坏了 她有哪些表现呢 你讲的具体一些 好吗 那还用说吗 不干不敬的 跟那些男的成天鬼混在一起 还住在一个爱打架的流氓家里头 不清不楚的 他住在苏州什么地方 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 他的工作单位呢 他什么时候找到工作的 我都不晓得 好吧 是月明天 乖壳 好 大家好像 請 pleas 好 這是 是的 zwischen 大家準備 Charles 我們照顧 喔 等一下 飛機 好的 達 笑 方法 大家 我們 我們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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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井怎么在马路中间 小张 你不是上海人吗 好像没来过苏州似的 可不是 一直在外地念书 大学一毕业 就赶着回上海报到 哪有时间玩啊 可以公司兼顾 让你好好看看 不不不 还是以工作为主 姓顾的不少 可是叫顾婷婷这个名字的 好像不多 你看 这有一个 顾婷婷 你 六十二岁 哦 不对了 不对了 她今天才二十六岁 你们查一查 有没有顾婷婷这个人哪 二十几岁 是个女的 顾就是顾问的顾 庭就是 女子旁加个港庭的庭啊 你们赶快查一查 人家上海来人等着呢 婷婷 婷婷 妈 我来 妈 我给你带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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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找谁啊 请问顾婷婷同志在这住吗 你找他有什么事情吗 我是上海来的 请进来吧 这是我同学的家 他们到杭州探亲 我暂住的这儿 哦 那你就是顾婷婷了 是的 找到你可真不容易啊 我是跟我们领导一块来的 他想找你好好谈谈 想了解一下你小时候的情况 哦 你有没有小时候和你姑妈一块拍的照片 有是有的 不在此地 哦 把它找出来吧 好 请你明早八点到苏州法院 我在门口等你 哦 常听人说 苏州人都很爱欢 这次亲眼见照 果真如此 苏州真是个清静优雅的好地方啊 哎 明早八点别忘了 嗯 嗯 好 请问二位老伯 对面这家姓顾的 你们这家姓顾的吗 说来话长了 他是个不法商人 抗美援朝的时候贩买假药 卖给志愿君 被判了罪 发配到边境劳改去了 那他老婆孩子呢 老婆前两年改了嫁 这房子 卖给丝绸厂当了仓库 在南面新开了个大门 这个门就给堵上了 机委会还在石井巷吗 还在老地方 谢谢 你猜他是谁呀 有些面膳呢 准是顾锦奎 是吗 可不是 整十年了 该骑满了 我是最有应得 承蒙人民政府宽当 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你有什么打算 我原来打算 回原机来 现在 连家也没有了 于主任 我想见见 我想见见小女儿 婷婷 可以 我们去替你找来 那就太谢谢了 于主任 于主任 他怎么才四岁呀 我算了下 应该十岁才对呀 你不晓得 五六年 顾锦奎假设回家住了半年 后来发现了新罪行 又把他送到青海 老改去了 这是你的亲爸爸 小女儿 于主任 我听说这孩子 在他家里受虐待 我想把他接出来 怎么 你把他带到青海去 不 我想送到上海我姐姐家 他正好没有子女 可以 我们去做工作 我们去做工作 来 这是你的姑父 也就是你的爸爸了 他要在世 一定也会喜欢你 给他磕个头 小孩出来玩啊 走吧 婷婷 婷婷 婷婷爱劳动 是个好孩子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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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走吧你妈叫我 去吧 你妈有病 不能惹她生气 去吧 走啊 婷婷 婷婷 我给你支件好看的毛衣好吗 好 好 去叫阿姨拿点毛线来 这是什么 你不要问 这是你妈姐妹玩的 明白了吗 嗯 再看这个 笑 再看这个 秋 对了 这么难请 我活没忙完 三缺一 快点 来坐下 快点快点 婷婷 来 好好学学啊 学会了 好陪我们玩 嗯 你可真准备 准时啊 走吧 固体面同志来了 请坐吧 坐吧 我们找你随便谈谈 你不要紧张 我想 先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为什么姓固呢 你不明白吗 好 那你就先回答这个问题吧 啊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改过来的 哦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六 有男朋友吗 你住在什么地方 张童同志不是去过了吗 那不是你同学家吗 我问的是固定的地址啊 我就是住在几个同学家里 那你的户口呢 那 在什么地方 你大概是不大信任我们吧 我们找你是因为你跟我们的一个案子有关系 需要了解一些情况 你有义务帮助法院把问题搞清楚 而且 这个案子和你的关系 也还是蛮密切的 我 我实在是没有一个准地方 东住西住的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你的户口落在什么地方 要是这样 我们就不好谈下去了 我 在 向学坊 多少号 二十四号 二十四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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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喜欢她吗 你能不能跟我讲一点 你跟你姑妈的生活情况 还有 你是怎么又回到苏州的呢 怎么说呢 请坐 亲婆 你来了 走好 坐下 亲婆 不要客气 谢谢 我来了 母母 你来了 最近你的身体怎么回事 看见粗糊 我去看去 年纪大了 还是太保不住 请请 别客气 坐坐坐 来 喝茶 喝茶 你妈妈 哎哟 婷婷 真漂亮 来 快穿鞋 初补编獰 三小薄 初补编ן 协香宝宝 每年的七月十六都要为我过生日 姑妈总要给我买一件这样的衣服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 却遇到了意外的事 我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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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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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了! 十年了! 大熱的天, 還拉著窗簾? 你們在幹什麼反抗病毒的? 快!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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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醫生, 我是替這位同志來看 什麼同志? 對對對, 他有病, 他怕風 勞動勞動就好了 你是幹什麼的? 我是小學教師, 來給他補習功課 你是他家什麼人? 我是保姆, 是他們家的用人 那好啊, 你是被剝削被壓迫接近 你應該從我們站在一起 搁這些西修給的命 還帶著二環 臭美什麼呀! 思想姐姐臭菜 沒你們倆的事了, 快走 走 給他們倆讓開 好, 得好好走 你們倆到樓下去 走, 把那箱子都給他倒了 每一個角落都要插行 聽到了嗎? 快行動吧 你們倆滾得樓下去, 快 你要好好監視他 快 趕快 趕快跟我走, 上樓 走, 趕快跟我走, 上樓 收上去 在哪間屋子 你看, 該什麼都 這是什麼? 這夹道 這夹道 天章 下來了 怎麼啦 咱走咱走 停停 停停 叫你跟著跟著 你看你 快 坐好 坐好, 聽見沒有 過去的馮表姐 多麼和蔼可親 她總是笑臉對我 現在 完全變成兩個人了 她那冰冷的臉 使人看了害怕 那幾年的生活 我也不知道怎麼過來的 但在我最困難的時候 總能遇到好人 到一九七一年 我已經長大成人 開始了獨立生活 停停, 今天上午上課 真的 停停, 我下午再找你 再跟你說吧 你買什麼呀 我有兩個燒餅 那 給你錢 是涼的 嗯 替你好好吧 停停, 到我們家去吃吧 不 哎呀, 你真去 我不去嗎 真是的 好 綁兵要吧 綁兵 三年要綁兵 綁兵 綁兵 哎呀, 綁兵有吧 綁兵 綁兵有吧 哎呀, 媽綁兵 三年有綁兵啊 綁兵有吧 綁兵, 三年請綁兵 我呀, 十一歲就進沙場做包生工了 天不亮就得起來 公頭壓著我嗎 我們二十多個小姐妹 進廠子 上機器 一天要坐十五六個鐘頭呢 天黑了 公頭再壓著我們回來 哎, 累得兩條腿腫得上下一般醋啊 好不容易呀 走到那間小屋裡啊 我們一頭倒在稻草上就睡著了 奶奶 你老講這些 人家聽得懂嗎 你聽不懂就不要聽嗎 我是講給婷婷他們聽的 奶奶, 您講吧 我們聽著 奶奶 你為什麼要當包生工呢 那年家鄉遭了水災 餓死了多少人呢 就在這個時候啊 上海來了人 招學徒工 說是老闆管吃管住 三年後滿師 就能當正式工人 就這麼著 糊裡糊塗的卸下了賣神器 到上海去了 說是管吃管住啊 可我們吃的是兩頓西粥 還都是發了煤的米做的 我們二十幾個小姐妹 住在一間破屋裡 又暗又潮 十冬蠟月五六個人 就蓋一條破棉被 挨打挨罵 那就更不用說了 三年不到啊 就病死了七八個小姐妹 一張爐錫就給卷走了 算我命大硬撐著活過來了 到如今看著你們過上好日子 奶奶我心裡高興啊 媽媽 媽媽你們今天學什麼了 嗨霹靈霹孔 沒完沒了的 媽您看這些手套夠了嗎 夠了就放那吧 奶奶你呀那麼多破手套有什麼用啊 哎呀你別管 有零錢嗎 有 兩毛就夠了 這是你這幾天勞動症來的 我不要我晚上也沒有什麼事我是撥著玩的 哎挺挺你是孤兒 我們要是寬裕些就該接濟你了 這是你勞動症來的嗎不用客氣 快拿著 妳不想再拿著 你呢 還有你呢 好 沒有 我呢 我也沒有 你也沒有 我呢 你別嚇我 我使不上劍了 嚇得沒劍了 綁兵 綁兵 綁兵要拉綁兵 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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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買 我就買一根 買一根吧 買一根吧 你的 我買一根 我現在還清楚的記得 我好像進了水晶宮 四周都是冰磚 綁兵可以任意的往嘴裡散 吃的太多了 連五臟都凍結了 我沒有錶也沒有鐘 燒餅店生活就是我應該起床的時候了 要不相信 水晶 分見 你喝得到 我無法推不萬聾 你喝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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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不敦 你喝得到 你喝得到 你喝得要 你喝得到 你喝得到 奶奶 您怎么来了 你瞧 我赶着枝出来了 今天天冷 你快穿上 是 穿上 就是腰肥了点 不 正合适 快不扣上 天冷 我走了 我看你这件衣服太短小了 放也没法放 我看你得积攒几个钱 添置几件新衣服 听听 我想给你懒个活 不知你愿不愿意干 替几户人家倒马桶 每个月能挣好几块钱 还不耽误你上学 那多丢人 那丢什么人 我们不是讲劳动光荣 我从小那阵子 什么脏的累的没干过 不知道什么叫丢人 丢什么人 咱们一不偷 二不强 那些资本家就靠剥削工人 他们才丢人 要不奶奶头几天陪你一块去 不用 我一点看 比较几天 但是想干什么 就像冰激 比较这些 跟冰激 用冰激 好 几年 几年 这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吗 他怎么可能到马桶呢 我这样的生活并不觉得苦 反而比一个人闲待着愉快得多 不知不觉冬去春来 转眼又是夏天了 今天是奶奶生日 我得买点什么 孝敬他老人家 不行那一套 你只管去吃他的瘦面 奶奶就喜欢了 走吧 奶奶 来了 排骨面 排骨面 这碗是我的 来坐下 吃吧 等叔叔阿姨回来一块吃吧 他们中午不回来 快坐下吃吧 奶奶的生日 哪能不回来呢 婷婷 今天是几号 七月十六 也是我的生日 对 奶奶 托您的福了 快坐下吃吧 快坐下吃吧 奶奶的生日是在冬天 你骗我 婷婷 我记得你的生日 怕你不肯来吃面才这么说的 吃吧吃吧 吃了瘦面长命百岁 奶奶 奶奶 您吃排骨 我选牙膏不能吃肉 吃吧 这几月等真大 怎么赶上这个戏 这不是弹琴摔矮的吗 这是毛主席肯定的 你买了几张 我买了三张 奶奶加上我们俩 奶奶 我请你看戏 是婷婷买的票 奶奶 奶奶 奶奶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快扶奶奶到樓上去 慢一点 你看着奶奶 我去叫爸爸 快扶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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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叫爸爸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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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包身工 从小到老 心情劳动了一辈子 最后在劳动中死去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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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辈子 二辈子 κα Sometimes 那是因為愛的不同 你姑媽愛你 多半是為了她自己 杜奶奶愛你 才完全是為了你 走吧 童花姐 你又在忙什麼呢 孩子爸爸回來休假 我還得好好招待招待他 有什麼好吃的別忘了我 好有空你就來 沒空我給你送去 不不不 我是和你開玩笑的 你還蠻會開玩笑 我還以為你是個不愛說話的人呢 最不熟的人沒什麼話講 日子儲藏了就好了 停停 你們慢慢談 上午要是談不完 下午我替你頂班 不用 談得差不多了 這就是我和你說的童阿姐 師父 咱們船有多少工人呀 一千五百多人 那怎麼才這麼幾個人上班呀 你們不知道 現在工廠生產麻麻糊糊糊 工人上班愛來不來 你住在什麼地方 接駕橋 你幾歲了 十六 你父母做什麼工作 來嘗嘗 我不要 不要 童阿姐 今天你們不是休息嗎 我一個人在家也沒事 好走吧 李大爺您早 您早 師父您早 你這個師父啊 不管刮風下雨 七點一刻准到 有什麼用啊 我勸你沒事在家待著 省著惹人眼 您這是什麼意思 有人貼你大字報了 昨天晚上刷上去的 貼我 無心 桃花姐 您别难过啊 桃花姐在家吗 她上班去了 你是谁啊 我是四中的学生 谁 我是四中的学生 你是顾婷婷吧 您怎么知道的 我儿媳妇每天回来都提起你 可怜的孩子 快坐下 快坐下 不用了 不用了 我是来告诉童阿姐 我们学工要结束了 我也结束了 还有什么真理 今天我一去车间的黑灯黑火 不供电了 我去找阁委会主任 我说造反有理 生产有罪吗 你知她怎么说 她说现在正批微生产利润 过一阵再说 批就批吧 也不能停产呢 我也是这么说的 她说运动嘛 不是请客吃饭 难免过会儿一些 不要太认真 请说 我在工厂里当了三十年的工人 也没见过这样的领导 无负责任 小妈妈 我捡到那个皮夹 这堂也是捡的 买的 哪来的钱 皮夹里的 你不要打他嘛 你怎么让我请客 叫我买的 不哭了 不哭了 乖乖 不哭了 路上捡来的钱不能动 你应该交给警察叔叔 你要晓得 不是自己劳动得来的钱 一个小钱也不能贪 贪钱会变坏的 懂吗 懂 你动得多少钱 一块 走 你坐一会儿 我马上回来 我也该去学校了 好 快点 拿好 拿好 哎呀 你 using this 在哪儿啊 在哪儿啊 真 让我挂着 你能让那儿害怕 我没认识 可不是嘛 你看他那行李子这么少啊 家里人又被他收拾收 真是没爹没妈吧 快换 快换 自览 对 你怎麼不告訴我 今天早上我才知道 忙著準備些東西 都怪你童阿姐不好 我來晚了 大媽 向平同志來家裡看看 來過多少次了也不解決問題 人家是上海來的 我還以為是房管科的呢 快請上面坐吧 阿根和他爸爸住這兒 我呢跟婷婷住樓上 請上面坐坐吧 當心喔 走好 小心點兒 你們為什麼不結婚呢 想等房子解決了 再攢點錢 你跟你姑媽的照片呢 放在鄉下了 等我公修的時候去找 你再想想 還有什麼證件 可以證明你是你姑媽的養女 你 長期存款 一千塊一年得多少利息 五十四 一萬塊呢 五百四 十萬呢 五千四唄 我看你是不是財幣轉向了 我是隨便問問 你要是真有十萬塊錢 存在銀行裡 光利息 就夠你吃一輩子的 你想得到美 這不是你 二十五號 同志 我一盤醬鴨 再來盤這個 再給我盤牛肉 你發什麼財了 你別管 算我請你的課 你呀 別胡思亂想 要是我真有十萬塊呢 我不信 是不是你養母的遺產有門了 有點希望 可你千萬別和別人說呀 我說這個幹什麼 你怎麼啦 我也在胡思亂想 想什麼 我想 一個窮小子 能配得上你一個闊小姐嗎 顧婷婷 完全不像她表姐說的那樣 在場裡表現不錯 品質沒問題 而且是共青團圓 嗯 按她的情況 作為龐國藥簾的合法繼承人 理由充不充足呢 啊 按向平同志了解的情況來看 顧婷婷 是龐家的洋語 是事實 嗯 但是 證據不足 人證物證都不足 當事人她的父親已經死了 現在能作為龐證的只有兩個人 一個是她的家庭教師 叫郭曼君 她可以證明顧婷婷是顧耀蓮的養女 再一個嘛是她的表姐馮敏慧 這個人蠻厲害的啊 反覆多變 這個 這個衣柱上的手印重疊 是一個人的嗎 我們找公安局檢驗過了 他們說三個手印的指紋是一個人的 嗯 現在看來 這個衣柱的真實性 我敢吃的研究 你說的對 我懷疑她是假的 別理她 你們倆家跟我一塊兒來 走吧 好 現在開庭 你是原告吧 你叫什麼名字 快 起來說 快 我叫顧耀鎮 講普通話 我叫顧耀鎮 嗯 是姓您的 嫁家 不是 嫁姐 是死者顧耀蓮的姐姐 欸欸欸 好吧 原告代理人 你講吧 我叫馮敏慧 是顧耀蓮的女兒 死者顧耀蓮是我的親姨媽 她是我的弟弟 叫馮敏傑 老是人 被告的姓名 被告的姓名 問您叫什麼名字 哦 我叫幫仁氏 後來嘛 又取了個名字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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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城華姑 哦 叫幫仁我姑 幫仁我姑 我是她的三兒媳 死者顧耀蓮是我的親嫂子 名字 我 我叫庞扎虎 她是我媽 她是我奶奶 你父親呢 吃官司 在外地工作 我是她兒子 我叫庞扎虎 我有寄生權 遺產是我的 通通是我的 你胡說 你算是什麼 你算什麼 我們庞家不繼承誰繼承 笑 你 你簡直是胡說八道 請大家遵守法庭秩序 一個一個的 我 按照法律的規定 遺產處理的第一個順序 該是死者的直系親屬 兒子女兒她沒有 那麼 我們現在就按照第二個順序來處理 該是顧家的親屬 父母或者是兄弟姐妹 你不要拿法律名詞來嚇唬我們 她怎麼沒有直系親屬啊 她就是過季的兒子 她是我嫂子的養子 現在過季已經來不及了 顧耀蓮沒有養子 只有養女是我們顧家的人 誰啊 我們從來不承認她有什麼養女 有證據嗎 有遺囑嗎 當然有遺囑 你拿出來 我已經交給法院了 我要求公開 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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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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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營案》有份引印劍》我可以念嗎 走說 这真是真的假的 怎么样 好 你念吧 因我身患重病 恶魔迟早会送我离世 在我生前 为了对去世后 有所安排 特立下此遗嘱 妄能切切遵照执行 关于我的财产 有庞家和顾家 庞家平均分派 平均在我 庞家有我阿婆 庞臣华姑负责代理 顾家有我姐姐 顾要真领取 哪来什么遗嘱 怎么能有他们顾家一半 这遗嘱是假的 你说了不算 要听法院的 方敏慧 你既然知道按照法律规定是 遗产继承的第一顺序 是死者的直系亲属 包括死者的父母 妻子子女 那么你晓不晓得 养子女和亲生儿女 在法律上享有同等的权利呢 顾要连没有什么 你刚才不是说顾婷婷是庞家的养女吗 我 我是这么说过的吗 我 来 让这位女知青在你们家住个时候 等房子盖好了 他们就集中住了 没有吃的 你们吃什么 他就吃什么嘛 按规定付钱 就连这个也难弄到 妈 让人家进来吧 好 进去吧 来 给我 走 就这样了 我去收拾收拾 你们这些城里的姑娘何苦来乡下受罪呢 妈 和人家说这些干什么 走 好 不说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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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男同学帮忙女同学的忙吧 我看得有所表示 什么表示 得说个 说什么 说什么 我看最起码的得说一个请 那我请你 那我请你 我 来 帮我忙 快点 不要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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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太累了不想吃饭 家里不是还有几个鸡蛋吗 还有你说 婷婷 你们哪吃过这个苦呀 你哪吃 走過來 一起 快點 麻姐 芸霏 你怎麼來了 妈,早就要来,总是没空,给你送点东西来 你想的真周到,我真需要他拿 这是孩子他爸爸从上海带回来的 奶奶说你爱吃就留给你吧 你真好 这里面一定还有什么好吃的 你看,螃蟹 三公一亩 连在一起卖的 这是什么意思 真的 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什么 打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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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跑遍了两个村子也没找着 伤得越来越厉害就怕耽误了 那我再看看去 请问苏 你是哪儿搞来的 苏州 太好了 你呀 来回八十里路 你可真是个飞猫腿啊 快去歇着去吧 你来啊 你来啊 好 你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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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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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政策变了 听说抄家物资要清理 家里确实有困难的 可以预先支付一部分 你何必在这儿受罪呢 你跟我回上海找街道办事处 他们不能不管 我不 为什么 我知道 你对我有意见 那些年没有管你 那时候表姐我 也实在是自顾不暇呀 已经过来了 不用提他了 还是什么表姐呢 从上海来两手空空的 不给他喝 拿来 不管怎么是远道来的 我是旁顾要联的养女 为了响应党的号召 我自愿下乡劳动 因我年小体弱 不能养活自己 趁热吃了 谢谢 请求组组组织上将我养母的遗产预先支付 具体数字等我交涉以后再填上 啊 此款由我表姐冯敏慧带领 旁顾要联的养女顾婷婷 你盖个章就行了 一切我去办去 我没有章 那就很个手印吧 我也没有印色 我带来了 我带来了 我马上靠岸 孙宝 婷婷姐 婷婷姐 你回来了 我马上靠岸 孙宝 来 让我来 那好吗 还是老样子 天不亮起床 天默默黑才睡 雪妹呢 又去服侍残宝宝了吧 她不在村里了 她嫁出去了 我来吧 好 宋宝 你还捉乌宫卖吗 不捉了 姐姐出嫁的前一天 妈妈拿出嫁妆说 这里面有宋宝存的钱买的 我心里难过 从此就不再捉乌宫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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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卖简的钱 你怎么二十几简卖了 收割盘就是这么平的 学妹子 你真傻 为什么不争一争 你应该和他们好好讲讲吧 收割盘是国营的 也不能让国家吃亏 明年下功夫多养一季节 不就搬回来了吗 这么说 婷婷姐 你先回家 我把桑叶担回去 我帮你挑 去 去去去 宋宝 那是谁呀 是你学姐回来了 一回来也不坑一声 停 停 你回来也不打个招呼 停停 这回你多住两天 我让宋宝把你学妹接回来 一块玩玩 不行 不行啊 我只有一天的假 我是有事来的 什么事 我不是有一箱东西在这吗 你放心 我替你晒过了 不会没的 我是来取照片的 停停停 你先下来吃饭 等会再找 哎 嫦 算了那么多好吃的 中午来不及 晚上我给你做好吃的 妈 妈 你还记得我第一次来家里你说的话吗 没有吃的 那是什么年月 如今政策好 我们泥腿子也能发财了 等等大掰吧 她帮人家盖房子去了 有好吃的 坐下 妈 为什么让学妹走了 为什么 你是为这个伤心 你们两个没有缘分在一起 那一回 学妹挑着行李送你回城 晚上也是泪汪汪的问我 为什么让婷婷姐走呢 为什么 我说 是我要她走的吗 她有她的命 她走了 会比乡下好 学妹懂得这个情理 可就是舍不得和你分开 现在 你也这么问我 不要说你们两个各自牵挂 我也舍不得呀 您身边少一个人 会觉得冷清的 不会的 村里这么多人呢 要不我回村里来陪着您 快别说傻话了 吃饭吧 啊 真的 等我得了一大笔钱 工也不做了 回村养残 采林 像学妹那样 来 我自己来 要是一个人一下子突然得了许多的钱 她会怎么样呢 有多少 成千上万的 那要看她是什么人 如果是个好人呢 那要看着钱得得应该不应该 什么叫不应该呢 不该得的钱 就不要拿 那什么叫应该得的呢 自己劳动得来大 用起来才开心 好 是接到办事处吗 我找齐主任讲话 好 这是顾婷婷寄来的 你看看 齐主任 我是法院向平 你好 好 关于顾耀莲的遗产问题啊 我们还有件事想麻烦你一下 顾婷婷来信说 听她父亲讲过 当初她过去到姑妈家是有字句的 她姑妈也说过这件事 所以 我们想请你查一下 因为这个很重要 哦 哦 哦 那好 我们马上就去 她要我们去人一块儿找 向平同志 我正要找你呢 我没有空 那我明天来找你好吗 我们会找你的 等通知啊 那个站着等她的男人 是冯敏慧的策划人 她懂得一点法律 那是她老伴吗 不是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 关于养女问题好办 她们谁也拿不出证据来 相反 我们有反证据 顾婷婷的户口一直在苏州 没有在上海报上 我为你担心的是 那份遗嘱 没有旁证人 法律上不承认 那倒不怕 你可以说那是动乱时期 又没有公证处 麻烦的是那位女教士 这个你放心好了 我已经跟她说了 事成以后送她五千块钱 还要多做工作 你上哪去 总不能老站在这儿啊 好 那我请你吃红房子 怎么样 好 走 往这儿走 近一点 这个教堂你们还站着呢 上面让我们月底就给腾出来 这就是旁顾要连家的东西 就是这些啊 大件的早就让两家都给抢光了 好 冯敏慧这个人是很厉害的 你说 你到底拿了没有 你真是太没良心了 我把你抚养成这么大 你就这样对待我 你太狠心了 你你这是恩将仇报 你跟上海街道串通好了 不然我插手 你好多吞 你拿了五千块 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没有拿 只是说过这个事情 你撒谎 银行里我有人 你拿的是现金 你把钱拿出来 还我的债 你看看 你看看这房子还是我的呢 你算算房租钱吧 你拿没拿 你不说我可要动手了 你到底拿没拿 你说呀 你跟我说 你 你跟我说呀你 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 哎呦 干什么呀 没有钱 拿东西底 好嘞 好嘞 好 你先在这住几天 我来 明天相平同志会来找你的 好 你们谁是冯明辉 我就是 跟我来一下 好的 你叫什么 我叫张一芳 你来 哎 婷婷到上海来的这段情况呢 我是最清楚的了 她爸爸的意思呢 是让婷婷跟姑妈一块过个好日子 免得在别人家里受罪 姑妈呢 倒是有意把她收罪养女 可是又有顾虑啊 这明知道庞家的人是不会同意的 所以 连她的户口都没有欠到上海来 怎么会变成了养女了呢 可是你每次到街道办事处要扶养费 都是按养女的名义去领取的 那又怎么解释呢 嗯 这是我的错 我欺骗了组织 我检讨 向同志 知错必改是党的教导 我一定改正 据说 顾婷婷到她姑妈家 是履行了手续的 什么手续 当时也没有什么公证处啊 那就不可能有别的字句了 不记得有什么字句了 小张 给她看看 嗯 这名人有我 真是天晓得呀 我们庞家人没死绝 怎么会招别人家的孩子 怎么还放养女呢 她有轻质嘛 你对庞顾两家平分遗产有什么意见呢 庞家财产怎么会落到顾家手里呢 哎 既然我那个嫂子有遗嘱 也就只好这么办吧 顾婷婷这个孩子倒也可怜 要不是我照顾她 她也活不到现在 既然是这样的话 在遗产当中先提一小部分给顾婷婷 然后我们两家平分 那庞家同意吗 那管她呢 按照法律办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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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 好 停停 你妈妈叫你呢 我再玩一会儿 走吧 停停 不然妈妈要生气了 回去吧 走 这孩子怎么进来的 你也回家吧 你是从哪进来的 这儿 以后不要这样 等门开了再进来 郭老师 郭老师 我到苏州好几次 就是找不着你 向你表姐打听她也不知道 不 她是不肯告诉你 我为了你的事情到法院去争了好久 跟庞家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法院答应了 遗产有你一份 我还替你考虑 你既然是庞家的养女 就应该把户口迁到上海来 都拿了指的一刀 也好有个照应 你要单独住也行 我给你要房子 能可以的是 上大学 现在我们那是教怪重要的 你要是愿意的话 我可以送你到美国去进修 我们冯家有个亲戚在芝加哥 你到那里吃肉都不成问题 出国的手续 我替你去办件 这个孩子 不知怎么搞的 就养成这么个怪脾气 你就是把心掏给他 他也不晓得知情 真是的 丁丁 我爸爸活了这种光 我听阿拉家门给害我 弄成这个样子 我妈给你 就不要地依赖 我替我妈洗得太早 也能出了不少苦的 当时阿拉家实在是没有办法 不过那能够 我总是让那个亲戚 总不能娘一家人 无依无靠的姑娘家 丁丁 丁丁丁 一九八零年四月 本院受理了 以顾要真冯敏慧为原告 陈华姑为被告的庞顾要联 遗产继承遗案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 案情基本清楚 而庞顾两家的分歧 已趋向一致 不需要法院判决 但又有第三人提出 主张权利本案必须进行审理 限第三人出庭陈述 顾婷婷出庭 我叫库婷婷 由于我的亲生母亲改嫁 一九六一年我四岁的时候 由我父亲将我过继给三姑妈 顾要联当养女 有字句协议为平 有字句就拿出来 我我我已经交给法院了 现在宣读字句 这是在庞顾要联的手势盒里找到的 例句书 自应我前期改嫁 亲生女儿顾婷婷在别姓家中备受虐待 而我又在外地就业 家中无人照管 我愿意将此女送于我包妹顾要联为女儿 与她亲生父母脱离一切关系 空口无凭 特立此句为照 公元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 例句人顾金奎 正名人顾要珍 冯敏慧 哎 不是说你 哎呀 真是的 我要控告我的表姐冯敏慧 为了夺取遗产而伪造遗嘱 谁伪造了 难道手艺是假的 请维护法庭秩序 顾婷婷讲下去 她趁我养母昏迷的时候 强按手印 二姑妈 当时你是在场的 哎哎 顾婷婷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说的都是事实 什么事实 你这是胡说 你玩这种诬告 诬告是要反做的 我做证明 你到前面来讲 我叫郭曼君 是顾耀莲的家庭教师 我参与了伪造遗嘱的活动 是冯敏慧让我你的稿 是他抄写的 我是有罪的 我的良心一直受到谴责 你快走 听见没有 你快出去 你快点 郭老师 你过来一下 你看看 这是什么字 一切从简的简 一切从简的简 妈妈让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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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没有 妈妈让我进去 才没有 妈妈 妈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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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把它保存着 这笛稿上面的红印色 是为昏迷着的顾耀莲擦手的 啊 他和他一块儿写 这笛稿是他擦手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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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是干什么的 哎 我们来过 没过意的登记啊 你们找谁啊 找顾婷婷 从苏州来的 她不在 哎 昨天不是还在吗 她走了 下午刚搬了家 这是组织上为了保护我的人身安全 拆取的措施 你不在我的身边 许多事情没人商量 今天上午 法院做出了判决 现在 宣布判决结果 原被告站起来 所立遗嘱 不是立遗嘱人的意志表现 故宣布无效 无效 原告的请求予以驳回 驳回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十八二十条之规定 旁故要连的遗产 其中包括 现款存折金银宝石等 共和人民币十八万五千七百元 应由法定继承人的洋女 顾婷婷继承 宣判完毕 请不吝点赞 你看我这存质上不是有钱 加上我这三千 不就凑成一万元了吗 不能收 不能收 到年底我们就能成万元户了 不停停 我真的不能要 阿姐 这么多年都是你照顾我 这点钱 是为了表达我的心意 听听 从年龄上说 我是你的大姐 可实际上 我把你当亲女儿一样看待 我们的感情 是用钱能表达得了吗 没有钱不要贪钱 有了钱 也不要躺在他身上 最宝贵的财产 还是我们劳动的两只手 感谢 好 想写的 想写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八萬餘元全部捐獻給國家支援社會主義建設 有位老工人對他說沒有錢不要貪錢 有了錢不要躺在他身上 最寶貴的財產還是我們勞動的兩隻手 陀娃姐這不是你說的話嗎 是陀娃姐說的 我要是有這麼多錢就不這麼辛苦了 好好不要不要身子那你就該成了胖身子短膝胳膊的癩蛤蟆 真這樣 你要是有這筆錢就在關群街建一座寶塔 那是幹什麼 可以流芳百世啊 我看你啊一朝萬年 老師父我們事先約好了 是我知道 您給我們再找找 師父我們想找一下顧婷婷 我不是說了嗎她不在 她到哪去了 她我也不知道啊 顧婷婷婷在家嗎 顧婷婷她不住這兒了 那她住什麼地方 她住到同學家去了 在哪兒 這個 我也不太清楚 你們找誰啊 顧婷婷在這兒住嗎 她不在家 她到哪兒去了 她不住在這兒了 她不住在這兒了 你們不用找了 她不願意出頭露面 她對待榮譽 就像對待金錢一樣 就像對待金錢一樣 都沒有帶金錢一樣 誰呢 誰呢 她不住在家 那些女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